我记得大概2020年吧 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段他滑雪的视频 然后全程呢就特别神奇 就感觉有一个第三人的视角 像游戏似的但全程跟拍 当时啊我还比较孤陋寡的 这也太酷了吧 我就问他说你这是怎么搞的 难道有人跟拍吗 还是你用了无人机什么的 然后我就被无情的嘲笑了 其实吧他当时就是举了一个自拍杆 然后那个杆上呢有一个全景相机 叫Insta360 他能把那个自拍杆啊给隐藏起来 而且后面呢你能看到各种切换角度 就特别好 当然我放这个视频啊不是我那个朋友的 他觉得他划太菜了不好意思放出来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差不多的 让你们感受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啊听到Insta360这个牌子 后面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看到他们又出了一款那种 可以拼接切换跟你换镜头的那种 这个牌子有点意思啊 我就去一查发现还是个中国品牌 而且啊他们在全景相机那个领域 做到了全球第一 而且啊他们即将在A股的科创版注册上市 而且啊他们那个创始人竟然是个90后 才刚30岁 What 你说人家90后都要上市了 我的小林奶茶店 今天小林就继续咱们的品牌商业分析系列 你是否也挺好奇啊 你说一个刚毕业才没几年的小屁孩呢 怎么就能做到一个全景领域的全球第一 还能跟什么Google NASA Superball取得合作 而且话重点了啊 小林可是查了人家将近400页的 招股说明书才发出来的资料 你还不赶紧点个赞表示一下 咱俩一起看看啊 这个一腔热血的毕业生 到底是怎么把Instagram 360带出海 做到了全球顶尖 自己也马上就要成为A股上市的90后第一人呢 话说啊 这个Instagram 360的创始人叫刘靖康 靖康啊 我们就把它简称叫JK 91年生人 他本科呢毕业于南京大学的软件学院 本科期间啊总结起来 这个人就一个字 他就是浪 那这个浪呢不是那种海王式的浪啊 主要还是在创业方面很有想法的那种浪 参与了各种五花八门 而且又是稀奇古怪的创业项目 你想啊 JK当时是在软件学院 那感觉那院里就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有大堆技术宅男 所以2011年大二的时候啊 他就搞了一个随机视频交友的网站 叫他他密 就是他和他密 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网站怎么用啊 就是你作为一个用户 上去之后选一堆自己的标签 然后网站就会根据这些标签 去随机匹配男的和女的进行视频通话 所以你根本也不知道你会跟谁聊天 那你想一开始谁也不认识多尴尬 对吧 所以网站会把这两个人都打上马赛克 然后随着你们俩聊的时间越来越长 也越来越深入 就说明你们俩感觉还可以 这马赛克就会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当然这个只是在男生这边 女生是可以选择自己要不要摘掉马赛克的 你看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上线才一周的时间 这注册就超过了一万人 一万多人什么概念 当时男大本科生一届就六千个人 四届一共就两万四千个人 就是有将近一半的学生都注册了 最后还真撮合成了几对 之后还搞过通过观察同学那种体育锻炼的打卡记录 然后就经常看到 比如某男女经常一起打 或者某几个人经常一起打 去破解一些宿舍关系和情侣关系 甚至还搞过通过电话按键音 去解析大佬的电话号码 反正一直没闲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项目 活脱脱一个那种技术黑客创业者的形象 直到大三大四的时候 JK又启动了他的第N个创业项目 当时他就搞了一个手机直播的APP 叫做V直播 基本上就是把学校里那些 比如课呀讲座呀活动 直播给那些不能来的 或者是别的学校的同学 你看这听着好像跟insta360 也没什么关系 你别急 14年有一次他看到了一个俄罗斯账号 Airpanel 拍了一个空中的全景视频 就感觉非常惊艳 你现在看可能觉得没什么 但放在8年前 这还是非常震撼 至少是把JK给震撼到 你想JK他创业 不是做那种直播活动吗 所以他当时就想 你说如果能用全景的方式 这多好 那才是这种场景分享的终极解决方案 全景相机就顾名思义 就是能把360度的景象 全都拍下来嘛 这样就能有一个更真实的还原 但是当时你要想拍一个全景视频 你得买好几个相机 然后拼成一个圈去拍 拍完了还要在电脑上处理 就要花大量的时间 你说谁没事 能买好几个相机去拍那么个东西 对吧 所以对普通人来讲 这门槛是非常高的 于是JK就想 我能不能搞一个那种便携式的全景相机 这样大众就都可以拍全景视频了 就这么一做 Instagram 360它就成功了 哪那么容易 你说他想法是挺好的 可是好想法谁没有几个 对吧 那时候跟JK搭伴创业的 都是他的同学 都是搞软件的 你说他怎么去搞那个便携式全景相机呢 你看那时候JK是什么状态 他搞那个V直播 就是靠自己大学的积蓄 每个月给团队每个人发1500块钱的工资 加上管食堂的两顿饭 而全景相机当时在国内 就属于非常小众的一个新兴产品 国外能稍微好一点 但也没好到哪去 技术这边也不成熟 你得自己研发 市场这边也不成熟 你得自己去推广 14年的时候 其实愿意投大学生创业的投资人 是非常少的 但是JK那可不是一般人 人家浪啊 对吧 你看本科4年创业项目积累的资源 人脉经验 在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 就敲定了IDG 天使六60多万美金的意向 拿到钱之后 第一波软件也发版上线了 那JK就想 这还得犒劳犒劳团队吧 毕竟大家都辛苦那么久了 然后就把Team找来说 Team来来来 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往淘宝购物车里随便放东西 只要不到500块钱 就公司来买单 感觉好像挺正式 那时候手头可能也确实不宽余 才给500块钱 和很多搞那种技术产品的团队一样 第一件事 我得先做个样机 做个demo出来 搞了大半年 在年底的时候 终于搞出来了一个 可以被称之为demo的东西 但是质量不怎么好 就经常容易坏 所以每次他们出去 要给别人展示的时候 都得随身携带什么螺丝刀 电烙铁热绒胶 这个维修三件套 有一次他们坐一个过夜的高铁 想赶着去见投资人 结果在车上 demo坏 大半夜的车上黑乌龙龙的 就跑到餐车上去修 你想在高铁上 那个车还晃晃悠悠的 所以他们就拿着电容胶 这边刚焊上一点 嘣那边又给弄坏了 那边看着点 嘣又给弄坏了 快一点坏一点 坏一点修一点 好不容易凌晨四点 就给修好了 才没耽误 这么颤颤巍巍的 把demo互动到了终点站 好这demo做出来还不算完 还得生产对吧 那生产一般情况下 你都得去找一个供应商 这个对JK来讲 那才是最难的 因为一般工厂 上来就会先问你 朋友你要几千台 至于JK来讲 我上哪知道 本来全景相机就是个新品类 而且供应商在一看 一帮90后 乳秀未干的小屁孩 之前一个产品也没有 一看就不靠谱 那JK也没办法 对吧 只能硬着头皮 把公司各个岗位的员工 都拉过来到生产线上 去拧螺丝 挺搞笑的是 他们把那个UI设计师 也拉过来拧螺丝 这设计师一看 我一个搞设计的 让我过来拧螺丝 一看着公司就不靠谱 直接辞职就不干了 现在那个设计师 八成长头都会听 你别看现在我说起来 跟听个笑话似的 你JK当时的处境 那是可想而知 钱 钱快花光了 团队快撑不下去了 demo也造不出来 直到15年下半年 有国际大厂 像是李光 三星都开始推出 全景相机了 但是那些大厂的设备 是跟手机无线连接的 拍摄5分钟 传到手机10分钟 之后剪辑拼接 还得10分钟 然后才能看 非常不方便 那JK当时就想说 那我们why not 不做一个 可以插在手机上的 全景相机呢 这样可以一边拍 一边传输 一边剪辑 拍完就可以直接看了 我假设他是这个口音 而这个事 其实通过软件就能解决 所以团队就有了 他们当时第一代产品 叫Nano的想法 那是当时全世界 这个demo小样式做出来 那下一步 就是要把它推向市场 那时候资本市场非常火热 然后一些什么创业公司要崛起 经常就要打价格战 你就比如说 当时那个智能手环 基本上是三四百块钱 然后小米就出了一款 79块钱的智能手环 立马就屠杀了整个行业 当年雷总有一个互联网思维 那是盛级一时 我不靠硬件赚钱 可以非常低价 甚至免费给你 然后靠软件来赚钱 你看这个思路 对像JK这种小公司来讲 那压根就没法搞 你说我好不容易精心钻研 做出来个产品 结果放出去 让人家低价立马给你涂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 看着这么残酷的环境 JK就想 我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所以我得积极地考虑出海 关于出海这儿 其实海外市场一方面 它那个VR全景相机 相对来讲更成熟一些 消费者接受程度也更高一点 另一方面 这种非刚需的新型科技产品 说白了就是那种价格高 又不是必需品的 目标用户在海外确实会多一点 于是他就拿着他那个nano 开始去寻找出海机会 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 有个叫做CES的电子产品展 每年一月份在美国举行 那可以说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电子产品展吧 JK和他的Insta360 就拿着这个nano 去参加了16年的展会 大家一看 你看这个小东西非常新颖 还可以套在手机上 直接能拍全景 有点意思 而且当时VR的概念 其实是挺火的 但大部分做VR的公司 都是做头显 就是带着看的那个东西 但你看总得有全景的景象吧 nano其实是通过全景相机 来提供了VR的景象 产品本身有意思 加上还有VR这么个背景 CES你不能说一战成名吧 也是吸引了很多经销商代理商的注意 同时也拿到了新一轮的融资 这时候JK的团队已经扩充到了百人 专业度也越来越高 也就解决了之前那些零零散散 解决不了的小问题 也再不用全公司都一起上阵 去拧螺丝了 小作坊时代正式结束 16年7月的时候 这个消费级产品nano正式上线了 第一个月就非常的火爆 月收入就超过了1000万人民币 但是JK高兴 还没高兴几天 nano上线两三个月 业绩就开始下滑了 他们当时采取的是一种经销商的模式 就这些财大气粗的经销商代理商 一口气先买下来 比如说几千台nano的产品 然后就自己作为存货囤着 他们自己去卖 那JK一看 怎么不少代理商下了第一单之后 就没东京了呢 他们就去查设备的激活法 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用 这一查就发现反正卖的是不怎么样 这时候JK就有点慌了 那时候的Insta360 融资已经融到B轮了 团队也上百号人了 虽然有困难 但是他没有退路 公司需要发展 团队需要吃饭 业绩需要增长 你不能光开始卖一个多亿 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对吧 所以这时候JK就只能硬着头皮 也得往上 你看这个产品这么新颖 这么独特 它怎么就能卖的很慢呢 这个问题就出在了这个独特身上 JK很快就意识到 虽然渠道是有了 但是全景相机这个概念太新了 市场上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更别说要替它买单了 你别看现在 全景相机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了 大到什么冬奥会 Super Bowl这种赛事的转播 小到你在租房的APP上用VR看房 或者是打那种VR游戏 但是回到16年的时候 全景相机是非常新的 就是你在商场里看到一个那么个产品 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得有人先花个半分钟 给你解释它的功能 再花个半分钟 告诉你在什么情况下你能用 要教育市场的成本非常高 你看那时候小公司做的产品出海 一般要么是通过经销商 要么就是通过像雅卡逊这种电商平台 不管通过哪个 其实对于成熟产品还OK 大家如果有需求就会去搜 然后如果说你的价格 或者是产品有优势 那就可能能卖出去 但是对于全景相机这个新品类 那就不一样 因为根本没人搜 那我总不能指着经销商 或者电商平台去教育市场吧 这事还得我JK自己来 可是JK我们知道它是个技术男 市场营销这一套 对于他来讲那完全是超纲了 我也不会搞什么百亿补贴 也不是什么满简促销 我也没那么多资金去赞助大型赛事 那怎么办 冥思苦想 他决定就回到原点 他想他当时是怎么入坑的 他就是看到了AirPanel拍的一个全景视频 当时那个肾上腺素就起来了 就是这种视觉带来的 最原始的那种震撼 我也要做出这么震撼的内容 我要用这种影像去延续这种震撼 让人们看到这个内容就知道 全景相机原来还能这么用 当时JK去找了一个老鹰养殖场 弄了一只老鹰 把NANO绑到老鹰身上 那老鹰一飞 就可以带着NANO 看那种老鹰的全景俯瞰视角 还有你看这个拍烟花的 设备加一块就值20万 它就冒着这20万都要吊牌里的风险 冲到那个烟花的内部 从内部去拍那个景象 这些角度你别说你没见过 你想可能都没想过 而且就算你能想到 真正能去找个老鹰的 我觉得可能也就浪子JK了 反正我自己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 我真的是一个卧去接着另一个卧去 看了有的时候我自己都 甚至有点热泪盈眶了 因为不光是视频本身的震撼 而且因为我作为一个视频制作者 我真的能看到它背后那种 极度的追求极致 所以你看这些影像 结合着那些创意 它带来的那个视觉震撼感 都不能用语言去形容 我觉得也不需要用语言去形容 而且它也不分国际 就谁看了都觉得牛 通过这些精彩的内容 这些视频 JK就给大家展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 也就教育了市场 就告诉大家说 好好好 原来全景相机还能这么玩 顺便也给Insta360打了个广告 除了自己生产这些非常新颖独特的内容 Insta360还积极的借鉴了 很多优秀公司的出海经验 那时候对于新兴电子产品 这个品类 国内有两个非常值得借鉴的例子 你看你能不能猜到 一个就是OnePlus一家手机 另一个就是DJI大疆 JK就借鉴了他们的一个思路 就是通过KOL去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KOL就是Key Opinion Leader 国内叫网红大V 海外一般叫Influencer 都一个意思 你看这Insta360碰到KOL 那个真是如鱼得水 因为从营销的角度 全景相机这么一个小众的品位 其实是很难找到它的目标用户的 但是你如果能找到这个领域的KOL 让它去给粉丝那么一讲 粉丝不就都知道了吗 你看这个小小的全景相机 这也是被这些KOL就玩出了花儿 你看有攀岩的 有冲浪的 有滑雪的 有从各个角度去拍动物的 有各种创意的 因为本身这内容就很有意思很精彩 加上这些KOL一扩散 迅速就在社交媒体上插开了锅 你说为啥找KOL就能这么成功呢 首先不管是最开始那个Nano 还是之后出的一些产品 确实都非常的新颖好玩 KOL自然也就非常愿意尝试 而且拍出来的影像确实都非常有意思 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度就很好 你看这么多震撼的影像和图片 就通过这些KOL就能扩散出去 让更多人看见 另外KOL还做了一点 也算是超额完成任务 那就是本土化 因为东西最终是要卖给当地人的 那KOL去展示 自然就会用他自己本土的语言 本土的文化 本土的场景 而不是公司简单做一个宣传片 好把那些中文翻译成365国语言 那么简单了 所以你看啊 对于全景相机这种非常新兴 而有小众垂直的品类 其实最难的就是要去教育市场 但JK就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就是通过这些影像内容 就给做到了 2017年在海外就做到了商议营收 在国内市场也是迅速扩展 海外市场是开了口 可是创业吧 你也知道就是一道坎接着一道坎 JK又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相信其实你多多少少也感觉到了 全景相机 其实它的运用场景太有限了 尤其是在消费级这个市场里边 当时全球的容量也就三四亿美金 JK要想增长 他就得想办法找到一个更大的市场 其实Insta360团队最开始弄全景相机 就是想大家会比如旅游的时候 参观和参加活动的时候 拍全景的场景 你从他们最开始那个宣传片也能看出来 但是后来真正看到用户拍出来的那些作品 JK就惊奇地发现 有不少用户会把Nano固定在手臂上 或者固定在一些头盔上 在运动的时候去用 能拍出来360度的视角 就比如说自行车 跳伞 其实他们是把Nano当个运动相机来用 哦 运动相机 你说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呢 而且他们还发现用户在分享视频的时候 说不是360度的全景 而是从中间截了某一个角度来分享 这就很有意思了 因为我拍的时候拍的是360度 那我想截哪就截哪 这个对于运动相机来说 简直不要太方便了 你想在运动的时候 我都赶上一个大下坡要冲刺了 我哪有功夫再调整一些相机去找视角 但有360度全景就不一样了 我想往哪拍就往哪拍 之后再去选我到底要哪个角度 就省事了很多 那哪可以降低运动相机的拍摄门槛 运动相机啊 这个品类大家应该就熟悉很多了 市场容量呢 差不多二三十亿美金 GoPro相信大家都知道吧 2016 17年那时候 差不多每年的销售量是12亿美金 那就妥妥的是行业统治地位 JK要是想进军运动相机这个赛道 那就不可避免的 要跟GoPro去竞争 那到底怎么搞呢 当时市场上确实有一些那种 搞性价比低价路线的相机 价格差不多是GoPro的 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但是性能上就大大折扣 低价路线肯定不是它的路数 那要想和GoPro去竞争 那我就得想一个新的办法 对吧 利用什么我现有的优势 能够打开一片市场 我不能跟GoPro正面硬当 我得看看现有市场里 是不是还有什么痛点 是GoPro没解决的 我要选择差异化 于是JK就去探访那些 运动相机的用户 去问问他们的槽点 到底在哪 这不找不知道 一找才发现运动相机和全景相机 简直就是天作之合 一加一恨不得要大于360 首先刚刚说的 通过全景 用户就不用担心取景的问题了 这就大大降低了拍摄的门槛 然后就是防抖 抖你想在拍摄的时候 那是很影响画面和质量的 一般解决方案 要么是物理防抖 就是在相机里边按一个云台 要不然就是电子防抖 就是通过画面的一些裁剪 当然这个就很受角度的限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GoPro 一直就没有找到一个 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但全景相机就不一样了 你一拍可以拍360度 裁剪的时候 我就可以随便裁剪 就完美的解决了抖的问题 运动相机经常还有一个槽点 就是那个自拍杆了 你要想拍自己 你就得举个杆 杆老在画面里头多难看 但是全景相机 连这个问题都能解决 这点简直我觉得是太聪明了 因为它全景就360度 其实是两个镜头 各180度这样拼起来的 所以中间是有一个微小的盲区 通过这个特性和算法 就能把自拍杆给完美的消除掉 这样你就能拍出来 那种第三人跟拍的感觉 这就是最开始我那个朋友 他拍滑雪的时候 就是这个特性 除了运动相机那些槽点 JK还发现这些全景相机 还可以有一些很独特的拍摄体验 你就比如说像这种效果 它叫做子弹时间 一般是在电影里头才能看到 它得通过几十台相机那种拍摄 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但JK就想 你说它有点类似于慢动作 就一台相机快速旋转 也可能达到这个效果 他就想拿全景相机试一下 你就弄一根绳 把全景相机拴在那 然后嗖嗖嗖让它转 然后拍摔那个画面 就有子弹时间这个效果 一试还真的有点那么个意思 虽然说肯定达不到 电影级别的那种特效 但是作为一个自己玩的这种相机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你看果然是个90后的团队 官方就推荐用户你这么玩 你这个实用性我不敢说 但是创意又真是个大满分 就这样 经过了几个月的潜心打磨 17年8月的时候 搭载着Flow State防抖技术 子弹时间特效 还有隐形自拍杆功能的 第一代全景运动相机 万盛世上线 这些各种酷炫的特效 再结合着刚刚我们说那KOL 一宣传直接让它一炮走红 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疯狂刷屏 之前在日本的推特上 甚至还上了热搜的前十 还成功入驻到了苹果店 现在也是苹果店里唯一的 全景相机和运动相机 其实相比于那些传统的运动相机 比如GoPro来说 全景运动相机 万还是有一些缺陷的 就比如说 它要经过画面的裁剪 所以画质会有所下降 裁剪也会给用户带来一些 更多的步骤 但是你耐不住它创新 它好玩的 有意思对吧 你就能用很低的门槛 拍出来那些传统相机 拍不出来的效果和体验 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JK那就是踩上了 创意的小风火轮 开始想各种办法 给用户降低拍摄门槛 和制造新的体验 那子弹时间不是很成功吗 所以当时团队 就想出来一个新的玩法 我不光可以转着 我还可以直线飞 这样又是一个新的角度 就想用一个发射手柄 这样把相机头 砰的一下弹出去 这样它飞出去速度不是快吗 就能有那种慢镜头的体验 研究好了之后 第一次就让JK去做测试 本来是非常激动的 结果刚把相机 安在手柄上的时候 就全都满脸是血 当时都懵了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就感觉手上有一阵剧痛 才发现原来手柄里头 有一个弹簧给弹飞了 把这手指上削掉了一块肉 不过也幸好是因为 有了这次事故 才让Insta360团队 直接就放弃了 这个可能有安全隐患的方案 取消了弹簧的设计 而改成让用户 直接把那个摄像头给扔出去 结果效果也还不错 之后团队也是越来越有创意 又搞了像什么移动延迟 AI实验室自动剪辑 这时候那些小相机 已经不简简单单 是一个全景运动相机了 它还给用户植入了 很多创意的这种品牌形象 Insta360的口号 其实就叫Think Bold 就是你得敢想 别人口中说的那些不行不可能 我就快搞出来给你看 当然你别看我把这个One 说得跟花似的 其实它跟GoPro 当时的销量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这个One有一堆优点 有创意 就是长满很长 但它跟主流的那些运动相机比 还是存在着挺多不足的 比如说防水 电池等等 但这些对于JK来讲 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之后就快速经过产品迭代 还推出了一些挺有意思的产品 而且颜值也都特别高 18年10月的时候 推出了一个全景运动相机 OneX 就弥补了之前One的一些 在运动相机方面的短板 19年8月的时候 又推出了一个拇指防抖相机 叫Go 你就可以把它挂在脖子上 你想就解放双手了 比如说你想逗小孩 逗宠物 逗逗狗 你就可以直接拍了 非常方便 2020年1月的时候 又推出了一个 模块化的运动相机 叫One2 就是那个镜头是可以换的 又可以拍广角 又可以拍全景 而且这个One2 当时是跟莱卡一起设计的 莱卡在影视行业 那可是百年老店了 也不是谁都能合作的 你看这才短短两年功夫 Instagram 360在行业里的地位 已经可以算得上是有头有脸了 虽然到现在 从销售额来讲 GoPro一年有六七十亿人民币 还是行业里稳稳的老大 但是呢 Instagram 360在后面不停地追赶 从17年才一亿多 一直到2021年 预估有十几亿 而且这每一款产品 其实都是通过自己的创意 在运动相机这个 已经算不掉成熟的品类里边 就又找到用户新的需求 然后通过差异化 去降低拍摄的门槛 给用户一些新的体验 其实你别看 在消费级相机里边 Instagram 360还在跟GoPro缠斗 但在全景相机领域 它早就是独霸天下了 市场占有率能有35% 全球第一 当然这些专业级相机 具体是怎么大力研发 解决了哪些专业问题 这个我就不赘述了 我也不太懂 最后的结果你就看 19年的时候 70年国庆阅兵的直播 2020年Super Bowl的直播 2022年冬奥会的直播 你都能看到 Instagram 360那些专业级的 全景相机在那拍摄 包括跟Google合作 Instagram 360也是第一批 就被Google认可的 可以去拍街景的设备 其实今天呢 我也想带大家一起 就从JK的角度 你看它怎么从一开始 一个小屁孩 一直能做到 全景相机行业 全球的领跑者 我就在想 你说它怎么就能做成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是它那个思维模式 和传统的产品 营销模式的不同 产品上是从一个成熟的市场 找到一个突破口 去解决用户新的痛点 我不给你正面硬杠 我就搞创新 走差异化的路线 Think Bold 营销上呢 我也不走什么 低价促销的路线 而就是通过创意的影像 去给人带来那种震撼的体验 我觉得这一点 在传统的品牌里 还是很少见的 这在去年2021年 也是我们经常说 元宇宙的元年 VR整个概念 又井喷式的爆发 JK这个全景相机界的老大爷 终于要迎来他的春天了 而且在去年9月份 公司也通过了 上交所科创版委员会的 那个审议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A股将迎来 他的第一位90后创始人 JK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看看JK到底还能怎么了 到底还能玩出什么玩 这个相机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的样子 就是我感觉 我看着他有点迷晕乎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